台北捷运中山站20号发生随机砍人事件 27岁郭姓男子因长期失业心情不好 迟到随机砍伤三女一男 伤者送医急救 这是去年郑杰在北捷板南县随机杀人的模仿效应 原本民众恐惧搭乘捷运的心情稍稍平缓 捷运再度发生砍人 许多人相当害怕 更担心家人安危 还是搭 我们不得不搭 因为我们就是通勤族 我也很害怕 因为我自己本人是为人母 那我每天也都是要搭捷运 社会治安这么差 我不晓得政府现在到底是在干嘛 从去年5月21号 郑杰在北捷随机商人以来 有多少人声称要做郑杰 显然模仿效应已经出现 希望借由随机商人来满足自身需求 这股模仿效应会延烧到何时 没有人知道 但有些民众会携带防身物品来自保 那个人的周围 其实他们都会很战战兢兢的 这是一定的 就提高警觉其实就可以了 平常会自己准备 携带一些防身物品之类的 为了让民众安心搭乘捷运 尖锋时段 捷运警察队 以及辖区各分局 重点车站加强警律巡逻 提高检警率跟车厢内外巡逻 北街发生震结随机砍杀人案之后 针对战务员 司机员以及保全人员等等 强化维安处理课程 另外将会增加捷运系统维安事件 跟大量伤患救护处理的演练评论 既然说到八十个特别是采访不懂